第一章 爱到一百岁 如今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 男性大概为七十九岁 女性为八十六岁 也就是说 退休之后还能再活二十年 但如何活好这段时间 极为重要 人生最后十年 二十年的活法 是决定一个人这辈子是否活得精彩的关键所在 正因为如此 我们在活到五十多岁的时候 就必须认认真真地考虑后五十的活法问题了 遗憾的是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 老人就该有个老人的样子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身居简出 把年老简单地理解为退缩 其实不然 年老意味着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在欧美旅行时 经常能够看到很多年长 却时髦 潇洒又快活的老人 日本的老人也不该示弱 应该更多地走出家门 好好享受自由的时间 为此 必须首先改掉言习至今对老者的称呼 如老人 银发等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 就算称呼变了 本质还是没变 但事情就是这样 称呼一改 心情就不一样了 自己变了 对方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变 所以 我要大声疾呼 请将经历了漫长人生和岁月魔力 心灵深处潜藏着光芒的人们 称为白金一代 白金一代 虽不像黄金那样炫目 也不像白银那样素朴 但白金一代 是外在不花烧 内在有光彩 那么 该把什么作为白金一代的座右铭呢 在这里 我想到了白金一代的誓言 我们 不被世俗左右 充满好奇心态 追求人生所爱 不惜赞美他人 不忘自赏自爱 优雅洒脱 有点坏 我想把它视为座右铭 作为新生活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对以往老人形象的反叛 如果仅仅年老而终 那将是多么无趣的事情 与其如此 不如做个与年龄不符的人 与年龄不符一说 在我另一部描写养老院老年人间 悲喜 情爱 幸与死亡的小说 那又怎样中 是个重要的关键词 假如八巡老太身着一席红裙 多会被人耻笑为与年龄不符 当七巡老翁 恋上年轻姑娘 也会被子女或邻居横加干涉到 与年龄不符 别瞎折腾了 细想一下 与年龄不符的定论到底是谁下的呢 答案很简单 是世俗 日本人的想法就是 只要保住面子便可高枕无忧 大家都衣着朴素 所以我也应该朴素 谁家有人去世了 要不要去守陵 要不要送电仪 总是先看看身边的人怎么做 然后自己也跟着做 日本人早已习惯了这种横向看齐的思维方式 但是 别搞错了 我们可不是为身边的婆婆妈妈 爷爷奶奶们活着的 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 如果一味地迎合世俗 那么迟早会失去个性 迷失自我 如果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 也不知道为谁而活 就虚无地死去 那可就太遗憾了 要活得与年龄不符 首先得从年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把上了年纪就该怎样的禁锢 抛到九霄云外 只要退休后不给人添麻烦 管别人怎么想 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就好了 不被世俗左右 充满好奇心态 追求人生所爱 不惜赞美他人 不忘自赏自爱 优雅洒脱有点坏 欧哥人生最后的辉煌吧 怀着这样的心愿 我想将白发一族 和五十岁以上的后辈君们 积极乐观的人生 命名为白金人生 要想欧哥白金人生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 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工作 婚姻男女关系 均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 中世纪 近代 及二战前 日本基本上是男性社会 男尊女卑的思想 造就的纵向社会关系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随着女权主义的抬头 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女性在经济上也越来越独立 在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中 女性的想法和建议 也越来越多的被接受 话语权 日渐高升 甚至可以说 当下是男性社会 向女性社会转型的时期 在这种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 男女的恋爱方式和价值取向 也都发生了变化 可以说 对于这种变化 最感到困惑的 首先是男人 特别是中老年男人 要命的是 天天男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颇有欠缺 尽管男人在完成各种大事之前 大多热情高涨 但是一旦大功告成 便开始安于现状 应寻守旧 甚至刚愎自用 成了彻底的保守主义者 权威主义者 相比而言 女人的想法和视角 就同男人大不相同了 总的来说 就是 女性的思想更加前卫 更具有革新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理由是 女人在一生中 生理上会经历数次大的变化 因此体内就产生了所谓的革命性 具体而言 首先 女性十来岁时迎来出巢 在恐慌中体验了第一次革命 接下来便是怀孕 生育 经历着男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肉体上的巨变 随着每月经济的来去 女人的身体便经历着暴风雨和艳阳天的交替洗礼 最后直至必经 波澜万丈的革命总算趋于宁静 如此这般 富于变化的肉体给内心带来了大幅度的振动 想法和思维也理所当然的更加前卫和革新 在看看男人 从出生到死亡 体内如同地球的西风带一般 挖着云素的海风 仅有强弱之差 却并没有大的戏剧性变化 像这样没有台风地震侵袭的生理特征 便决定了男性思维的固定化 虽说固定也有固定的优点 但如果凡事都认为这样就行了 而没守成规 就会形成思维定势 养成依从惯例的习性 因此 男人便开始削尖脑袋 钻营社会地位 炫耀阅力 自然便地保守起来 如果说男人是死火山的话 女人就是火火山 更何况 如今的社会结构与规范 大多是男人们制定出来的 要打破这些 必然会招致男人的抵触 对于女人们来讲 由于规则不是自己制定的 便也谈不上依恋和执着 他们在不会被男人察觉到的范围里 柔软地应对着时代的变化 在迎来时代巨大变革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男女社会分工的模糊化 和价值观的多样化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 男人也应该向女性学习 他们的柔软术 所以我要号召白金一代的男性朱军 起来 不要安于现状 得过且过 要顺应时代的潮流 不 有时还要引领潮流 实现自我变革 乐于挑战 享受挑战 第一章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退休 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讲 总不是件喜闻乐见的事 最好避而不谈 好不容易工作了大半辈子 突然有一天被传话 辛苦你了 以后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说 还有比这更不讲理的事吗 从此 收入一下子少了 多出来的是大把的时间 困惑 还有不安 这在所难免 但是 不要把退休看得这么负面 这么悲观吧 既然避免不了 那为何不向前看 以更乐观积极的态度 去正视他 迎接他呢 在上一章 白金一代的誓言中 也曾提到过 比起以寂寞凄凉 去定义退休 不如以此为转机 把它当作值得庆幸的 全新生活的开始 事实上 退休是一件美妙的事 因为从此 便可以从所谓的社会伦理 和企业行规的紧箍咒中 彻底解脱出来 如此自由自在 岂能起人忧天 还有 迄今为止 被妻子或心上人 反复追问 而心慌意乱的你 现在 再也不用去搪塞那句 我和工作 哪个重要的问题了 当然是你重要了 斩钉解体地回答 从今往后 再也无需 为头大的工作烦恼操心 心爱的妻子任你整天细细端详 心上的女人任你每日穷追不舍 再也不用在事业与自我 事业与妻子之间 做没完没了的 非此即彼的无聊选择 要说开心 还有比这更开心的事吗 毫无疑问 退休以后 时间是大把大把的有 只要一想到 能花时间去做些什么 就感到无比快乐 好啊 可以好好 引游四方 想钓鱼就钓鱼 想打高尔夫 就打高尔夫 以前想搞却没时间搞的 摄影 素描 还有围棋 象棋 做诗 养花等 现在一切皆有可能 不止这些 也可以静下心来 慢慢地求学 去心仪已久的高校 过过读书郎的影 也可以约上知己 细细长谈 弥补一下以前 因紧张的工作节奏 而留下的遗憾 也许还有因没了观弦 而感到不自在的人 但是换个念头想一想 无关一身轻 反倒可以更坦诚 更亲密地与朋友生交了 说不定退休后结识的新朋友 赢得的新友谊 又能为自己打开一个社交的新局面呢 这样一来 在热衷于各类兴趣爱好的同时 有别于以往的纵向交往 如今有了横向交往的朋友 还可能偶遇别样的乐趣和另类的价值观 通过交游 交友 开拓了更多新的兴趣爱好 结果家庭内部也鲜活起来了 比如 过去对妻子的日常生活不闻不问 现在有了了解 而且也会倾听妻子和子女的述说了 说不定还会重新理解妻子的幽默 重新拾回和妻子交流的快乐感觉 如此想来 退休并不是什么悲观的事 退休后 极有可能从作俭自负的纵向社会 以及上下分级的狭小圈子中彻底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充满好奇心态 积极乐观生活 无论做什么 拥抱一块心境 这是至关重要的 退休后 应少了贺年礼和卡片而失落的人 还大有人在 其实 那些虚情假意早该不要了 那些 远不如从退休后的横向人脉中 得来的真心贺年卡更有意义 再也不必拘泥于过去 只要向前看 积极乐观的生活 才能享受美好的人生第二春 啊 好一个退休 总算让我等到了 我要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 就等同于和人生美好的第二春 有个约会 第二章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何谓健康 如何去定计 各有各的说法 一言以蔽之 全身的血液畅流无阻 就是健康 最通俗易懂 血液起着为全身 输送氧气和营养的作用 血液不流畅 输送不到的组织 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 部分组织就会萎缩 组织破坏 产生溃疡 甚至导致坏死并脱落 如此看来 一切病因 都是由于血液滞留 引起的 前身的血管内壁 附着有神经 换言之 神经 就像血管的总监 调控着血管的舒张 和收缩 比如 突然听说 某个亲友去世的消息 啊的一声惊讶 脸色 顿时变得惨白 这是由于 震惊的心理信息 传递给了神经 作用到了血管 血管收缩 一时血液不畅 受抑制 而造成的现象 相反 剧烈运动时 血管舒张 满脸通红 同样 剩下酷暑 血管舒张 为了散热 严冬酒寒 血管收缩 为了保住热能 人体的内在调节功能 总是积极合理的 交感神经 控制血管收缩 副交感神经 控制血管舒张 两者合称 自律神经 综上所述 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 很大程度地 左右着自律神经 当感到紧张 不快 不安等的精神压力时 交感神经 抢先启动 收缩血管 血流变慢 相反 感到开心 爽快 轻松 副交感神经 起主导作用 血管舒张 血流顺畅 这些感受 在现实生活中 比比皆是 假如 与一个讨厌的领导 同桌喝酒 源于紧张和不爽 反倒不会醉 但分手后 独自去熟悉的酒吧 或是回到家里 一旦放松下来 醉意立刻袭来 这是由于 紧张使肠胃的血管收缩 酒精不能被 很好的吸收 而一旦回到了 熟悉的酒吧 或是家里 心情一放松 血管就舒张 肚里的酒精 一下子就被吸收了 总而言之 放松能增强醉意 最近 常听闻有些做丈夫的 回到家里 面对妻子喝酒 反而会感到紧张的 看来 凡事并非回家就好办 实在紧张的话 不妨躲进浴室 泡在浴缸里毒瘾 也不失为上策 一人逍遥自在 无所顾忌地泡在浴缸里 哼哼小曲儿 喝喝小酒 何乐不为 这下彻底放松了 全身暖和 血管张开 人就开始醉了 要是想喝点小酒 独享醉意 这方法不错 但是 越先越醉地 躺在浴缸里 起不来的故事 也时有发生 千万小心哦 不管怎样 身心愉快 放松自在 血管就会舒张 血液循环畅通无阻 反之 难过别扭 烦躁郁闷 导致血管收缩 血液循环受阻不畅 只要了解这点 就知道什么状态 对身体是有害的 苦恼不安 郁闷烦躁等精神压力 会压迫血管 血液循环变慢 因此要极力避免 相反 快活阳光 乐观大度 使血管舒张 血液循环畅通 谁保持了这种状态 谁就掌握了健康的关键 几次三番地建议大家 要充满好奇心 怀着世事有趣的童心 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也正是源于此理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 总能保持快乐 开朗的心态 偶尔也会抑制消沉 悲哀痛苦 无论怎么拼命工作 却还是招致失败 或是领导的批评 碰到这种情况 还是应该不要气馁 失败归失败 知道错了 就立即道一声 对不起 下一瞬间 即刻转向 积极乐观的新开始 总之 尽早切换情绪 尽量忘掉厌烦 尽快想起愉快 我在顿感力这本书中 强调的也正是这点 要强化精神的顿感力 对于白金一带而言 具备顿感力 尤为重要 要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 持顿人 使之不渝地追求快乐 有趣的个人爱好 这样会使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 一直保持着身心的健康 事实上也是如此 开朗乐观的人 绝对健康 有精神 反之 总是阴沉 拘泥于琐事 又神经质的人 不但容易得病 而且一旦病了 连康复也会变慢 平均寿命也会变短 健康与否 与持何种心态 息息相关 心态决定健康 如此简单 却重要的道理 窃窃不可忘记 一旦遭遇不顺心 应立刻想起这句话 虽然这么说 但也许有人还是认为 即使长寿也没什么意思 但千万别这么想 健康长寿之人 不仅没有给别人添麻烦 即使是寿终之日 也是在闭目休息 两三天之后 像是睡着般 安然地离去 这才是真正不向任何人添麻烦的 安乐死 第三章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有个医学术语 叫肺用性萎缩 常用在整形外科领域 手腕 大腿 小腿 以及骨关节等部位 或是骨折 关节发炎等 作为治疗手段 得绑上石膏 固定受伤部位 结果 一个月左右之后 膀石膏的部位 就会变得越来越细 一般来说 小腿骨折 完全康复 也得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算骨折部位康复了 其间 应缺乏肌肉锻炼 小腿细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用专业术语讲 这叫肺用性萎缩 像这样 肌肉不常锻炼的话 就会萎缩 这还不仅仅限于四肢 更值得注意的是 大脑若不经常使用 也会产生肺用性萎缩 大脑的肺用性萎缩 不同于四肢 肺用性萎缩 很难用肉眼识别 且容易被忽视 这与很多体育锻炼 兴趣爱好 都是相通的 长期不去接触的话 人的身体状态 就会被还原到初始状态 久之 换上不动脾 年轻时 我就常犯这毛病 一时心血来潮 发疯似的打麻将 也热衷打棒球和高尔夫 后来迷恋电影 每周必看 痴迷歌舞剧和舞台剧时 又是所有演出 一次不辣的观看 但后来 不知何故都被搁置了 时间一长 即使不打球不看戏 也没什么不对劲 得了不动脾 人 归根到底是好懒怕动的 只要一旦停止运动 再动起来 反而觉得麻烦 不运动 也觉得无所谓了 尽管如此 四肢便系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去掉石膏后 通过康复治疗 和身体的恢复锻炼 即使本人不注意 肌肉也会很明显地恢复过来 但是 头脑不动脾 却从外表看不出来 尤其是在没有强制性 动脑的环境中生活 大脑技能 会随着不动脾 而逐渐退化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更易形成耗懒怕动的惰性 而且是 聚耗懒聚怕动 年龄越大 恢复功能也越差 直至作废 费用性萎缩 也体现在恋爱中 准确地说 表现得更为明显 年轻时 对异性充满好奇 性欲也强 看见美貌女子 立刻就想套近乎 渴望建立更深的关系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算了吧 都这把年纪了 还谈恋爱 多难为情 还是过过太平日子吧 这念头 意志着天性的欲望 导致最终放弃 尤其是中年以后 不是工作太忙 就是担心单位里的议论 和社会的舆论 根本不敢 也无暇去恋爱 久而久之 也就远离恋爱情感了 一旦脑子里落下 不能再谈恋爱了 或不谈恋爱 反而轻松的自我暗示时 就患上了不爱之症了 见了美女 皆无动于衷 擦肩而过 这种状态持久下去 失去的不仅仅是恋爱情感 连兴奋激动的心跳感觉 都会失去 我不行了的自我否定意识 占据着大脑 日复一日 大脑的费用性萎缩 日益加剧 且无法恢复 就算现在对异性怀有好感 以后也不会有好结果 这种消极意识 先入为主 导致不美好的结局 逐渐增多 像这样 自我否定 与残酷现实反复交替 形成负面循环 不动席 占据上风 最后只能是万念俱灰 久而久之 生活变得无滋无味 无情无调 风华不再 干枯失色 如果乍一看 外表比实际年龄较老 定睛看时 更像老爷爷 老婆婆的话 那么可以诊断 大脑的费用性萎缩症 是相当严重了 为防止出现这种症状 该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顺从自己的天性本能 去倾听内心的真情实感 啊 是个好女子 哇 是个好男人 当这种想法出现时 就真诚地献上注目礼吧 然后对自己说 有好感也不是错呀 不要自我否定 一开始就否定的话 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了 总之 永不言弃 保持着向前看的心态 不要像对待 绑上石膏的大腿一样 对待自己的大脑 无论年纪有多大 都要用积极前瞻的心态 看待异性 这本身就是一切生命力的源泉 如果对异性不但兴趣不减 还津津乐道 有所追求的话 一定会有行得通的一天 不过 就算行不通的话 那也无妨 失败 本是恋爱尝试嘛 如果一开始什么都不主动的话 那就什么都不会有 行不行 试试看 反正不会吃亏 哪怕只有一瞬间的激动心跳 那也赚了 总之 千万不要抑制 对异性情感的自然流露 见到心怡的女性或是男性 要能够坦率地欣赏他们 然后主动上前搭话 不要给好感封上盖子 要对未来怀抱憧憬 放开心中乱撞的小路 女性们 见到好男人的时候 大胆地去中井 去接近吧 即便是高不可攀 可遇不可求 也可以珍藏他的照片 可以去观看他主演的电影 或是话剧 可以去疯狂 如果什么都不想 就什么都没有 哪怕是留住一丝激动 一点心跳的感觉 那就获益良多 平平淡淡和激动雀跃的情感 有着天壤之别 不轻言放弃 养成正面意义的好感体 这种人看上去 一定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给人一种积极主动 乐观向上的印象 有好感体的人 会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有魅力 在这里澄清一下 能否激动心跳 不是以实际是否谈成恋爱的结果来判断的 哪怕是自己的情感 还没传递到 还没被对方感受到 但只要保持追求的心 就足以使一个人显得更有魅力 就像追赶西洋的少年一样 明知不可能追上 但是少年奔跑的身姿是美丽的 同时少年也正是被自己追赶落智的信念所感动 所以才去追赶的 总而言之 如果上了年纪 对样样事都嫌烦 从而无所事事地活着 那就太可惜了 这才是真正在虚度人生 有所追求 不断心跳 青春便会永住 再也没有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的事了 什么都去做 而做的过程本身便能促进身心健康 烦恼还童 当你看到绑着石膏 手腿变细 或是因长期不运动 而体型变瘦的人 请好好地想一想吧 如果废弃不用 自己的大脑也会如此萎缩 也会失去积极乐观的心态 尽力拆掉捆绑大脑的石膏 尽早恢复它本来的功能和作用吧 第四章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以前去巴黎南部的卢瓦尔旅游时 在一家小餐馆里 偶遇了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夫妇 夫妇俩看起来都八十来岁 男的教授 行走不便 拄着根拐杖 却头戴贝雷帽 身穿宽松夹克 女的烧胖 穿着鲜艳的花纹礼服 颈上的粗项链 金光闪闪 两人笑容可拘 又亲切随和地与我们攀谈 你们从哪来 祝你们旅途愉快啊 一下子 我被这对精神绝朔 光彩照人的老夫妇 深深地打动了 再仔细观察 发现老人脸上 尽管布满了皱纹 但是他俩打扮考究 又开朗乐观 时不时地含情对视 愉快地手握刀叉 品尝着佳肴 这是一幅多么充满活力 令人愉悦的情景啊 遗憾的是 在日本 很难看到如此洒脱 豁达的熟年夫妇 日本老人给人的总体印象 是灰暗 禁忌 特别是男人 外出旅游的穿着 也是朴素不起眼的 看起来更是老气横秋 工作时 男人大多西装革履 着装被社会工作服代替 但是退休以后 就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好的 想去买衣服吧 只可惜从没买过 总选不到适合自己的款式 好容易看中买下的 又叹息 穿上它 我该去哪呢 很多人认为 反正退休了 无需抛头露面 穿着朴素 简单一点 就可以了 不对 正是因为退休了 再也不受谁的管束 可以自由支配 退休后的人生了 就应该更好地享用时装 名片不用了 官弦没有了 这不正是我们白金一代 利用时装来展现个性的最佳时机吗 人靠衣装 马靠鞍 连一骑马换上心鞍 都会显得有精神 更何况人呢 只要外表打蛋一下 就能显得气质不凡 这句谚语 从正面肯定了 外在力 就是生产力 人靠衣装 马靠鞍 白金一代 要想永保青春 请务必时常想起这句话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人一旦要考虑外在的改观 内心自然会随之而改变 日本的老观念根深蒂固 男人不看外表 看内在 内在战无不胜 才是真男人 此话不假 内在太重要了 不过外在也同样重要 甚至比内在还重要 因为要改变内在没有那么容易 需要毅力修炼 要花时间 相比之下 外在的改观容易多了 而且内在会随外在的改变而改变 再怎么欢蹦乱跳的女孩 一旦合服套上身 立刻就收敛起来 显得文假了 相反 无论多么修搭文静的女孩 只要西装配西裤 马上显得活泼干脸 因姬而异 职业妆就是这样 画家 头顶贝雷帽 身体潇洒的封衣 旧时的日本文人 一袭合服打扮 坐在吧台边 一副忧郁的神情 像模像样的 衣装如此 连讲话 好像也有说服力了 医生白大褂 法官黑制服 女秘书黑色套装 因姬而异 那种感觉就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了 唯有天才 可以无为而至的发挥才干 但是对于凡夫俗子的我们来说 首先要在外表上下功夫 借助外在力 改变内在力 白晶这一代 生来不会取乐 所以只有靠外表来改变 年轻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但是谁都有人老珠黄的一天 这时就有必要去包装一下 外表年轻了 内心也会随之年轻 可千万别小看了这股可以引起变心的变身之力 乍看似乎是无谓的绕远 而实际上 打扮是让内心走向年轻的最短途径 那么怎样才能使白晶一代穿着潇洒又得体呢 最省事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恋爱 爱能使人神气活现 变得年轻 如同熊孔雀张开鲜艳的羽毛 吸引此孔雀一样 男人一想到要去见喜爱的人 出于想看上去更年轻 想被人夸奖的私心 自然会去留意自己的外表 打扮一番 哪怕不是谈恋爱 只要抱着想看上去更年轻 想被人夸奖的心态 白晶一代同样也能打扮的风度翩翩 这里要强调的是 要有意识地在意别人的视线 刚刚出道还略显吐气的女演员 一旦成为明星后 就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是因为他在意周围人的视线 而提起精神的缘故 白晶一代是不忘自我欣赏的 在意被人注视 比任何回春药都更能使人年轻 要被人注视 该怎么办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穿着鲜艳 六十岁男人穿上鲜红寸衫 肯定引人目光 要改变外表 又不知如何着手的人 也没必要烦恼 开始时 试着穿上一件 从不敢穿的鲜艳服装 然后带着爱妻下管子 这样一来 土石的一天 就变成华丽的一天了 原先懒得去的旅行 现在也想去了 有意识地去选衣服 自然会对别人的穿着 感兴趣 这样和别人的话题多了 就能够建立起 无关上下级关系 和社会地位的新型人际关系 说不定还会有 令人心跳的艳遇 我家附近就住着一位 出色的白金女性 她尽管年过八十 仍然穿着艳丽 而且搭配得很得体 记得有回在街上相遇 闲聊时她说 我这老太 就是喜欢穿着艳丽 还真有些害羞 的确是大白话 当时她穿的那条连衣裙 色彩太过艳丽了 明显和那张脸不协调 但转而一想 向往年轻的心态是美丽的 当即我赞扬她说 很适合您哦 打那以后 只要在路上撞见 我都会赞美她的装束 于是 不可思议的是 原本与年龄不符的装束 变得越来越适合她了 整个人都焕发着光彩 和年轻的气息 由此可见 语言的力量不可小觑 只是 在有人这样勇于改变外表的同时 肯定会有人站出来阻碍 那是家人和世人 都这把年纪了 还这身打扮出门 丢人现眼 子女子孙们 说不定会皱起眉头 邻居们可能也会在背后议论 也不想想年龄 还好意思打扮成那样 不过 不必害怕成为别人眼里的另类 一下子改变了穿衣风格 没看习惯的人会感到不配和异样 这是理所当然的 无论是谁 一开始都不习惯崭新的事物 只有敢于不妥协的穿 服装就会自然而然的贴合你 配合你 这就叫穿着得体 要是当真招人白眼了 那要恭喜你 因为你已经像白金一带的潇洒 又迈进一步了 相反 要是为了稀释宁人 而穿着别人眼中所谓 与年龄相符的服装 那么没戏了 任何新鲜的改变都不会发生了 的确 如果安分守己 视灵养老 便可无风无浪地过太平日子 但这样 人生便没有光彩 白金年华便得不到欧歌 到了这把年纪 就必须穿着符合年纪的衣服 千万别旷死自己 衣服配与不配 千万别去多想 只要自己喜欢 管他左邻右舍什么丢人现眼 与年龄不符的废话 不畏缩 不羞怯 我行我穿 与年龄不符的服装 以年龄不符为荣 彻底粉碎 适临适当的成就框架 充分展现自我 据悉 日本国内的个人金融总资产 已达1400兆日元 特别是60岁以上 白金一代的个人金融 平均资产超过了2000万日元 相比之下 三四十岁的人 贷款负债很多 能自由支配的资金不是很多 白金一代拥有包括退休金 在内的可观资产 但问题在于 这一代人基本上不会用钱 那么 钱用来干什么了呢 不是压床底 就是存进银行 死钱一堆 结果 货币流通缓慢 市场消费冷淡 成为导致日本经济萧条的一个要因 日本的中老年夫妇外出 基本上不光顾高销费场所 做丈夫的想的是 反正老夫老妻了 去家庭型餐厅就足够了 做妻子的 要是去了稍稍高档的餐厅 看到蔬菜沙拉 要价一千日元 立刻拉长脸 家里做便宜多了 还是回家吃吧 为什么白金一代的生活如此节俭 如此偏爱储蓄呢 问其缘由 为了养老啊 人人都这么回答 没错 养老是需要一定钱财的 但若为了养老而养老的存钱 岂不是太空虚了吗 直到有一天突然醒悟 银行存款不少 身子却动弹不了 日本的超级百岁老人 金银姐妹俩 也曾对记者 上电视赚的演出费 怎么花的问题答到 留作养老 真是可惜 人老窝在家 手捧存者数数字 岁月独飞逝 如此人生 无姿无畏 无聊无情 仅仅剩下 有钱有财 毫无意义 岂止如此 那钱财遗产 极有可能成为引发子女们 为继承争夺 而反目成仇的种子 钱本来就不该留给孩子 真正应该留给孩子的 是良好的教育 教养和丰富的感性 想一想 身后留下的资产和金钱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会被人拿走 还有可能成为子女间 分割遗产 相互斗争的货根 但是 教育 教养的心灵遗产 就算家里小偷进门 也不会被拿走 白金一代 应该从正面的意义 去积极地理解 享乐主义和玩乐主义 一过六时 外华那时 下决心 彻底打扮 彻底享受 自己挣来的钱 自己去花费 这种思想上的革命 才是白金一代 应该追求的 以前 有一位魅力十足的女性 叫大巫正子 总是穿着大胆 与年龄不符的时装 令人大跌眼镜 说得难听点 就像在大街上 招来卖艺的 但有意思的是 见怪不怪地看惯了 后来反倒觉得顺眼 甚至 她一上电视 我就爱看 后来不知何故 看见电视里的她 比以前穿着朴素多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还在纳闷的时候 便听说大巫去世了 从这件事上 也可以看出 与年龄不符的时装打扮 也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换句话说 要想坚持我行我穿 坚持引人注目 没有相应的体能和技力 是犯不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 与年龄不符之人 总是活得很有光彩 老是想着 一把年纪了 把自己关在家里 很快就会老去 不如用 与年龄不符的服装 好好的装扮一下自己 让身心都神气活现起来 让日子光鲜亮丽起来 一般说来 男人一到中老年 年龄越大越固执 越不想改变自己 来自底层的好建议 不愿意听 总是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 并执意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正当化 其实 这正说明了 年龄增长 会失去思考的弹性 所有的人际关系 企业模式 都无法轻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也可以说 是不愿意变化 家庭主妇也好 熟练女工也好 有时 都会自命不凡 我都这样做到现在了 这样做准没错 但是 年轻人 下属们 可不这么想 虽说 年轻人的想法 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但是 他们会随着时代 随着前后左右的处境 以及上下级关系 人际交往 甚至企业模式 企业环境等 时刻改变自己 因此 作为白金一代的我们 不反省自己 不顺应变化 不与时俱进 是不行的 那么 到底怎么做 才会变化呢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还是恋爱 恋爱体验 是最能改变一个人的 假如有位男领导 不管下属怎么申诉 要求改进 可他就是不改 就这么定了 按既定方针办 即使不改 眼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但是 一谈恋爱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恋爱关系 不同于工作关系 是一对一 行等的个人关系 哎哟 我不喜欢这样 你别 我喜欢你这样 等 他的想法和希望再多 你也要听 在恋爱中 男女的意见是平等的 为了维护和他的关系 怎么妥协 妥协多少 如何反驳 如何接受 男人少不了 要精心细致地呵护 这种情况下 要是拿出在单位里的臭皮器 像对下属 发号施命般 对待他的话 那肯定要被甩了 为了留住他 他会改变一点自己 迎合一下对方 他也一样 为了钟情的他 他会有求必应 恋爱中的男女 懂得换位思考 彼此改进 人通过恋爱改变自己 是最容易的 也是最服贴的 恋爱中的男女 较之恋爱之前 都会发现自己 变化很大 由此可见 改变 绝不是做减法 在单位里 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勤于思考 慢慢地 就会体会到 倾听的喜悦和乐趣了 在单位里 人们的注意力 老是集中在 上下等级 关闲大小的人际关系上 但是 一旦谈了情 说了爱 明白 为了爱 要去谅解和宽容 其结果 自己也改变了 如此看来 这与年龄无关 只要 谁还能恋爱 谁就具备了 变革的可能 因为喜欢一个人 爱上一个人 自己也改变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因为追求自己所爱 使自己精神焕发 神采奕奕 还能实现自我变革 这难道不是 一时二秒的美事吗 直说吧 董事长也好 总经理也好 管理干部也好 更应该 好好的去恋爱 有了钟情的人 自然会去听取 对方的想法 拓宽自己看问题的视野 丰富自己想问题的方式 因为 能够将他的视角 和自己的视角 重合起来 形成副眼视角 常在婚礼上听到这样的话 迄今为止 我是以一个人的眼光看世界的 从今往后 因为要以夫妻俩的眼光去看世界 所以人生的前景 看得更清楚了 很有道理 不过好像在现实生活中 两人结婚之后 并没有结合成 副眼视角 各看各的情况 也不少 无论如何 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 就必须具备 读懂他人 及恋人心思的软实力 就像男人会感知女人的需求一样 女性也能体会到男人的念头和诉求 这就是拥有副眼视力的表现 从此意义上来讲 老板 老总们 应通过恋爱 培养自己的副眼视力 特别是男性经营者 听取员工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而恋爱对象的意见 会更加直白 更加随意 也正因为如此 新的想法 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关于这点 举个实例 位于挺川的某个饭店 进出的客人一直很多 不仅仅是因为地段好 住宿被嫌疑 更主要的原因是 这里有座位舒服 环境时尚的宴饮圈 还有保龄球馆 水族馆 经常举办各类表演和舞台秀 还有价廉物美的饮食 像这样设施齐全 面面俱到的饭店是不多见的 照理 饭店只需提供基本的住宿服务 但是这里 却成了人们消遣娱乐的场所 我想 这不会是一位老年经营者的点子 这一定是采纳了许多人的想法 比如 要改变饭店太过高级 令普通人望而却步的印象 比如 要让拖老带小的人和单身女子都喜欢 哪怕是走过路过 临时决定住宿 也要让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舒舒服服的 大概就是以此为目标运营的结果 事实上 男人很难去了解单身女性 或携带家眷的旅客们的诉求 男人 在饭店安顿下来以后 大多会走出大门 东瞧瞧西看看 享受一下夜幕低垂的景象 但是 单身女性就不同了 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一位女性不必出饭店大门 就能享受住宿的快乐 一定会对饭店印象深刻 暂且不去猜测 饭店的老板是否在谈恋爱 反正仅仅靠男人的想法 是不可能达成这些的 一定是采纳了女人和孩子们的点子和想法 才造就了如此魅力十足的饭店 在男人那里得不到的欲求和感性 或者在女人那里想不到的点子和策划 因为恋爱 因为身边有个心上人 自然就会产生出来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 有一次 我带着女友外出旅游 进了旅馆的房间 啊 景色太美了 哇 这间房真不错 我只管欣赏 脱下外套往床上一扔 便去了洗手间 等我回到房间一看 发现我的外套还塌在床上 咦 要是我以前的女友的话 早就把那外套挂到衣架上了 前女友和她相比成熟很多 可是她正忙于整理自己的行李 压根就没留意身边还有件外套 喂 你也不帮我把外套挂起来 我刚想小声说她一句 立刻打住 我在想 或许眼前的这位女子 还没习惯替男人挂外套 或许她不是做这件事的人 交情深了的女子自然会那么做 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实际上也有不那么做的女子 当认识到这点时 我惊喜 就有了新体验 从此我明白 凡事和年轻女子旅游 外套必须自己挂 从那以后 我就自己动手了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足挂齿 却是实现自我革命的一个小插曲 这样说来 还是跟知心知肺的妻子一起旅游 压力会少点 心情定会舒服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谢天谢弼了 但是和不熟的人 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时 你常会反思 而原来这样是行不通的呀 由此会产生新的发现和惊喜 迄今为止 一直帮我挂外套的那个女子 是多么温柔 感激之情 由然而生 接下来 更愿意实现自我革命 更愿意去面对新的挑战 把这些事都当作趣事去做 这也是不经过恋爱 这也是不经过恋爱 便无法知晓的魅力 恋爱实现自我革命 迄今为止 谈到的都是精神层次的变革 其实恋爱 更能使身体产生变化 恋爱 恋爱 能使女性的容颜 焕发青春光泽 变得更加美丽 恋爱中的女人 谁都能真实感受到 恋爱带来的变化 不仅是自己 连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 最近你好像挺滋润的 很漂亮啊 说明体内产生革命了 男人也一样 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自然就会变得年轻 而且 在想要得到芳心 花心思用感情时 男人的肌肤 也会光鲜起来 男性体内的荷尔蒙 被激活了 恋爱 引发了大脑革命 引发了身体革命 引发了思维革命 上帝创造男女 是为了让她们相爱 然而上帝 却偏偏创造了 差异如此之大的男女 这是为了 彼此不懈追求 为了繁衍无尽的后代 上帝更是赋予了我们 只要是相爱 不论年龄有多大 都能使肉体和精神 焕发活力的可能 变化 求变 无论是对于个体 还是组织 对于生命延续 都是极其重要的 大约150年前 英国生物学家 查尔斯·达尔文 环游了加拉帕哥斯群岛 并提出了进化论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的生物 并非都是强大的 也并非都是聪明的 只是那些具备适应各个时期 环境变化能力的生物 才有可能存活下来 对于现代人而言 这是一句富有启示的经典语录 150年前 研究了各种动物生态的达尔文 词时而变 适者生存 才是硬道理 相反 不会变的生物将会灭亡 不仅对于其他生物是如此 对每一个独立的人 对一个企业的生存 和事业的延续 这都是警示良言 恋爱 使变化 变革 易如反掌 也许 能够存活至今的所有物种 所有充满生机的个体 包括人和动物 一定都经历过一场 美妙的恋爱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曾我佟女士 与被滞留在朝鲜的丈夫 简金斯 重逢时的情景 闭点 在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郊外的机场 望远欲穿 交集地等待着亲人 从飞机 闲梯上走下来的 曾我女士 没等丈夫 双脚着地 就狂奔过去 紧紧抱住丈夫 全身心地热吻上去 略显发福的曾我女士 是搂抱着弱不惊风的丈夫 亲吻的 许是用力过猛 简金斯 不由自主地 酿呛倒退了几步 然而 曾我女士的嘴唇 紧紧贴着不放 就像是天塌下来 也绝不想分开似的 面对这个世纪之吻 有人惊讶 也有人惊叹 有人惊呼不文雅 各种看法 莫终一世 目睹曾我女士 世纪之吻的我 是赞赏 加敬佩 经历了千辛万苦 时隔一年零九个月的重逢 那一刻的冲动 激烈拥吻 在情谊之中 不行不为 反倒是不自然的 总的来说 中老年男人都不太开放 对于曾我女士的表现 不成体统 没有日本女人的样 明显表示 看不顺眼的 也大有人在 从这件事上 也可以看出 肌肤相亲 日本人做不来 也看不惯 即便是与亲友的 久别重逢 也不把感情 直接表现在行动上 最多就是点头示意一下 不用说 不会拥抱 甚至连手都不握一下 大庭广众之下 亲亲我我的 成何体统 这种想法 现在还很有生命力 正是肌肤相亲 不被接受的最好佐证 否认率真的情感表白 这是上武社会 急流下来的漏袭 长期统治着日本的男性社会伦理 把武士口中五米饭 照样嘴里叼牙签 视为美 这是一句日本民间谚语 意思是 即使穷困 武士也会以高姿态 安于清平 注重体验 长期抑制自己的欲望 讲究外表 图体面 把情爱和性爱 视作卑贱的暗箱操作 于是表面上极力宣扬禁欲 但实际上 这种欲望和愿望徒增 结果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 搞成一副 见不得人的样子 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习惯 一直延续至今 并且还在继续 但是 女人在骨子里 才不会像男人那样 为摆公架 而活受罪 喜欢就喜欢 想见面就见面 无所顾忌 说到底 日本女人的 所谓女性化 其中大部分 只不过是被男人们 强迫出来的假象而已 不论东方西方 女性本身就是性情奔放的 增罗女士的鲜明表现 正是女人的真实写照 而且魅力无穷 再也没有比忠实于自己的情感 更重要的 真心希望白金一代 要保持住这种自然的感情流露 尝遍人生 尝遍人生 酸甜苦辣 冲破世间 千难万险 如今 无视一身轻的白金一代 更应该 大胆而忠实地 表露自己的感情 在欧美社会 尤其是法国 意大利等国度 男女相爱 天经地义 爱情 比工作和吃饭更重要 在历经几个世纪 取得公民前的当今社会 爱语和爱吻 极和谐地被接受了 这与年老无关 在欧美 熟年夫妇感情和睦地 携手漫步 相拥相吻 是家常便饭 日本老年人 比欧美老年人 看上去苍老 显得孤寂 正是因为 他们缺少这种肌肤相亲 重视这种相拥的触感 白金一代 就一定能显得年轻开朗 当然 要一下子改变 常年的习惯 不那么容易 连肌肤相亲 都还没体验过的人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拥抱热闻 是需要勇气的 去欧美旅行 一段时间后 回到日本 时常会感到不习惯 当然 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 经济上的国家大事 而是因为身边 极其平常的小事 那便是 女士优先 我们不妨先尝试一下 女士优先的做法吧 比如 乘坐电梯或轿车 总让女士优先上下 上楼梯时 上前一步 伸手扶一把 又如 走进餐厅 先帮女士脱去外套 再让女士坐在 背靠里 面朝外的上座 自己坐在 靠外侧的下座 欧美的男士 不管年长还是年轻 都很自然地遵守 女士优先的做法 习惯了这种情景 再回日本一看 日本男人的行为 实在是太傲慢 太冷淡 女士优先 原本是欧美的习俗 日本没有这种礼籍 所以就没必要遵守啊 不少日本男人这么想 还有人觉得 在国外的时候 尚且应付一下 算是 入乡 随俗 而一旦回国 就不用再考虑 女士优先了 同样 日本女性也认为 在国外时 自己可以享受 优先 只要回了国 女士优先就结束了 便主动放弃 如此这般 男人 女人 都被老旧观念 所禁锢 处处 别扭不自在 女士优先 也就行不通了 对于在男尊女卑的习惯礼仪中成长起来的日本男人而言 女人就是应该退半步跟在男人后面的 要男人主动伸手 是不向男人的羞耻行为 不可取 也有人认为 与欧美不同 日本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感性 但这只是程度上的问题 支持之精神 是日本的文化 所以才孕育出日本男人 这仅仅是岛国的狭隘理论 在国际社会是行不通的 这种男女间的淡薄 乍一看好像很难认 但实际上 恰恰稀释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感 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 说实话 我也对女士优先感到过棘手 从前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曾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女子有交往 起初也是因为不知道欧美礼仪 而出了不少洋相 终于有一天 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的确时刻想到女士优先 可是在付出行动之前想得太多了 女士比我年长还是年幼 是女士还是女孩 然而所谓礼仪 并不是有意识地想好了之后 再付出行动的 此话一出 果真有理 我是太有意识地从事女士优先了 面对贵妇人 还算是尽心尽责 但是对非贵妇人 我就偷工减料了 我微微点头表示认同 她又开讲了 在欧美 从小受的教育就是 男人只要一见到女人 不用考虑 就是女士优先 根本不用去考虑 对方的身份和地位 是不用心而为的事情 不用心一说 很有说服力 我非常赞同 不管女士适合身份 是贵妇人 还是小女孩 根本不该考虑那么多 遇见女性 比让一步 是不需要判断和思考的 像条件反射一样 这是女士优先的根本 观念一转变 女士优先之于我 就不再是件麻烦事 做起来 也就很贴切自然了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日本男人做不好 女士优先 是对女方的身份和地位 考虑过多 太拘泥于社会地位 其实 根本不必如此用心 遇见女性就做的话 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 总之 不用心的 礼让女士 是重要启示 这正是肌肤相亲的第一步 习惯了女士优先 再试试握手里 身体的接触 绝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这是了解对方 体恤对方的最好开始 欧盟首脑会议上 各国首脑们 互相拥抱 握手的情景 随处可见 可见 在欧美 男人之间 都不忘 肌肤相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通过身体的接触 可以获取 很多信息 彼此的骨骼 肌肤的质感 体温 气味 通过身体接触 肉体可以获取 更深层次的 超乎语言表达的 感受和感知 以依当时 一次身体接触 剩余十具感言 此外 更不可忽视 身体接触 带来的精神影响 年长体衰的原因 不仅是体力的下降 正如 并由新生所说 心中的寂寞 使精神 得不到安定 也会给身体 带来不良的影响 能够把我们 从孤独寂寞中 拯救出来的 就是 肌肤相亲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恋爱中的老年人就明白了 他们个个都很健康 因为心中有张力 两人牵手扶持保持接触 相互抚摸肺脊 不断加身着肌肤之轻 身体接触 带来的兴奋愉悦感 刺激了肌肤的毛细血管 使血液畅流无阻 其实 所有病患的根源 都在于血液的滞流 血流畅通 是健康的基础 血流畅通了 便会肌肤润滑 容光焕发 加之 上了年纪之后 所患的 大多都是心理上的疾病 安心感 信赖感 爱情感 能使身体的疾病 不治而遇 事实上 彼此信赖的男女间的肌肤相亲 对身体来讲 没有比这更愉快 更有意的事情了 我曾经到一所养老院 做调查采访 那里就积极鼓励那些 互相爱慕的男女 生活在一起 结果 同居之后 两人都气色红润 充满活力 精神很好 问及缘由 也没什么性行为 只不过 睡觉之前 相互抚摸一下 手牵手的 睡觉 而已 肌肤相亲的 那份 安心和温存 可以治好高血压 康复 糖尿病 也有人说 能治愈腰痛 以手抚摸肌肤 抚疗 就是最好的 治疗手段 白金一代 要积极提倡 肌肤相亲 因为 这是最简单 也最深奥 不需要任何语言的 交流方式 那么 怎样 才能养成 这种习惯呢 这和女士 优先的道理 是一样的 接近对方 不用心地 伸出手 等对方回应 也伸出手后 紧紧握住 这就行了 女人很少 主动伸手 所以 男人 应该 主动创造 接触的机会 我也一样 在各种聚会 后援会 签名会 只要是聚会上 我都留意 主动 与人握手 有时 也会碰到 有人 因为害羞 而不敢 回应我 握手的好计 但对方 绝不会 怀有反感 伸出手 表示 亲扣 对方的心扉 第一次 对方 可能愁畜 等到下次相逢 就会主动 打开 自己的心扉了 当然 握手的习惯 并不止 限于男女之间 在各种聚会上 握手 也能结交 新朋友 中老年男人 惯于 和熟人交往 和陌生人 就不积极 主动了 是因为 丧失了 好奇心 才老的 还是因为 老了 才丧失了 好奇心 总之 越是上了 年纪 就越嫌烦 越想回避 不熟悉的人 和事 但这样做 只会 徒增 孤立 与寂寞 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 与其 等待对方 接近 不如尝试 积极主动地 和对方 进行交流 一开始 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只要伸出手 就可以了 一旦握上手 新的世界 也就 打开了 养成 这种习惯 进一步的交往 自然就开始了 比如 握着手 聊一些 有趣的 开心的话题 只要是能 接触到对方 自然而然地 会在 聊天的过程中 把好感的信息 传递给对方 最最重要的 还是 要忠实地表达 自己的感情 真诚 是最具人情味的 真诚地 接触对方 轻轻 扣享 心扉 魅力 十足的 白金一代 从今天开始 真诚地 伸出 你的手吧 巧言 令色 咸以人 从古至今 男人沉默不语 被视为 最大的美德 曾几何时 就像那句 流行的广告语 男人无语 画啤酒一样 沉默不语 曾被认为是 酷男人的招牌 充满理性 善于控制 自我情感的男人 被看作是 真男人 相反 花言巧语 整天 追在女人 屁股后面的 被视为 坏男人 被人瞧不起 但是 经过几十年 甚至半个世纪 这种男性美学 彻底崩溃了 沉默是金 雄辩是云 已成过去 现在是 雄辩是金 好男人的 鉴别条款里 导入了新的 评价基准 能否让女人 身心愉悦 于是 花言巧语 已不再是 什么坏事了 而是 丈量一个 好男人的 重要标杆 善于赞美 和取悦女人 并不一定 就是哄线 讨好女人 说爱谈情 性欲上 又能满足女人的 才是可爱的 性感的 好男人 我喜欢 那样的男人 现代女性 已经能够 毫无忌讳地 表达自己的 所爱 女人 一旦拥有了 社会地位 和经济实力 有钱男人 已不再是 唯一的选择 不要求太高的 社会地位 只要是 能让自己 身心愉悦的男人 只要是 在一起 就能快乐的男人 女人 天亮男人的 标准改变了 过去 被贴上 坏男人标签的 现在 以其 温柔 善解人际的一面 而备受 青睐 相反 往日 沉默不举的 酷男人 如今 身价大跌 蒙盒子一个 没趣 不好玩 日本男人 大多不善言辞 但仍然痴心妄想 一厢情愿 女人会看上我们的 其实 这样的男人 已经落实 没人要了 那么 如何才能拥有 魔力活现的 说爱技巧呢 胆小 不大方 又 畏畏缩缩的 日本男人 常想 说什么话 能让对方 开心呢 说这话 是否太虚情假意 但 这种 正向思维 无济于事 还不如 丢掉羞耻心 直截了当的 赞美女人 所谓 说爱技巧 就是 不用心的 直言表达 说明一下 这里的 不用心 带有引号 千万不要 以为 简单的一句 你长得真漂亮 就是 对女性的赞美 笨嘴 捉舌的人 总以为 一见到女人 就必须 先赞美 她的脸 长得有多美 其实 纯粹 应貌美 而被 誉为美女的 不多 如果觉得 赞扬 貌美 太直白 你也可以 赞美 她的发型 肌肤 实在不行 就把注意力 集中到 装束 和 饰品上 她总会 有一处亮点 美点 值得赞美 关键是 要把 女人的 美点 尽快地 说出口 实在 连这点 都说不出口的人 不妨 发发 手机 短信 是的 想 娶愿女人 起码应该 带一部手机 不要嫌 发短信 烦 还要 时不时地 发一些图文 老男人的 这份可爱 横讨 女人 欢心 取悦 女性 让女性 身心快乐 最先倡导 也最得要领 的是 欧洲人 特别是 拉丁美洲的 男子 从小 受到的教育 就是 对 情爱 和性爱的 忠实和感悟 耳濡 木染的 养成了 赞美 和 取悦 女性的 习惯 但是 不要忘了 日本 也有 很好的典范 读一读 一千多年前的 原式物语 就知道 上瓶的 好色 是上流 社会的 教养之一 淋漓 尽致地描写 难以真情的 原式物语 其中 原式的 出众 说爱 完全无愧为 当今社会的 恋爱读本 比如 走目 一卷 原式 被避难 而寄身 某大户人家 一日 透过纸门 偶见 大户人家的 续弦 空缠 正与 一同子 对话 其因 其行 美哉 善哉 原式神魂颠倒 不能自已 他 悄悄潜入 空缠卧室 把满心的爱 一股脑的 全都倾泻出来 或许 这太 唐突冒昧 欠缺 文质彬彬 其实 我早对你 倾心 为了能够 表白真情 我苦苦 等待至今 请别把我 视为 羊花水性 原式的 集中生智 信口开河 绝对是 精妙的 大胆求爱 面对 迟疑的 空缠 原式 继续倾诉 爱慕之情 是的 男人 一旦决定说爱 必须 一气喝成 千万别白苦 拿枪拿掉的 半途一酒欲 那就扫兴了 像没了气的啤酒 半时被迫 半时无奈的 被抱进 卧室的空缠 仍旧不从 在下 卑微低贱 岂敢有 非分之想 原式毫不放松 为何如此 回避胆怯 既然天赐良机 必是 前世有缘 今日年礼节 不时 人间烟火 只有空悲怯 前世有缘 纯属虾编 想到哪 编到哪 但是 这对女人 是见笑的 被严世逼到这地步 以无法逃生的空缠 面对继承事实 只能以身相许 原式的 原式的巧妙还在于 忠实地把女人的借口 全都因为你的强迫 任性 全部揽下 永当坏人的角色 是的 强迫任性 坏的都是我 空缠心中有了底 安心地倒在原式的 壁弯里 闭上了眼睛 原式那时才十七岁 西式之人才 罕见之口才 能修得如此 非一朝一夕之功 不过 走目中的这段说爱技巧 值得借鉴 无论实话虚说 先大胆地说出口 从前如此 今天 更应如此 原式的例子告诉我们 恋爱少不了说爱 有时 说爱并不只限于恋爱 夫妻子女 同性朋友等 所有人际关系中 说爱都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 还能促进 相互之间 愉悦的感情交流 促使对方 心情舒畅 当然 它还能缓解 说话时的 紧张气氛 列举了那么多 说爱的重要性 并不意味着 说爱等于爱说 说爱之前 要把女人的情感 吸引到自己一方 像原式这样 有头有脸 有身份的人 暂且不论 大多数的熟年老人 并没有如此的地位和财力 所以 要让女人对你的话感兴趣 不容易 要让对方 要让对方产生兴趣 让对方想亲近自己 更不容易 这里要提醒注意的 就是千万不要讲述自己 特别是自命不凡的过去 一退休 没了明线 没了官闲 寂寞难耐 就会更加在意过去的官闲地位 和干过的丰功伟绩 而所有人 特别是年轻人 都讨厌听老人讲述过去 尤其是自以为得意洋洋的话题 他们一听到这些 就会立刻起身走人 将心比心 这如同 你一听到别人夸夸其谈 就会扫兴一样 哪怕讲错话 也绝不自命不凡 自吹自雷 其实 到底是不是不凡 交往之后 自然明白 倒不如讲一些失败的经验 和一些糊涂的蠢事 这样反而会让大家抱有好感 觉得这老头可爱风趣 是的 这个可爱风趣太重要了 白金一代所有的恋与爱 都从此开始 日本自古以来 有一种言灵信仰 信的就是言语的威力 仅仅每言一句 你真出色啊 就足以使一个女人改变 使她走入心声 我自己也是一个被言语改变的人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 语文课上 老师要求以词的形式 用三十一个文字 忠实地表达出真心的感受 我信手写了一首 谁知竟得到老师的表扬 惊喜之余便爱上了语文 越爱写得越好 就越能受到表扬 受到表扬 激发了我对文学的浓厚热情 越表扬就越努力了 我曾经问一位私交很好的名画家 为什么想当画家 她回答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只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 邻居老奶奶来串门 临走时看了一眼她的画 表扬了一句 画得真好啊 高兴得要死的她 于是又拼命画画 又得到表扬 既然得到表扬了 就再努力画吧 结果越努力越受到表扬 越表扬越努力 从而就越画越好 到了初中 美术老师也表扬她说 画得真好 就这样在赞美声中循环往复 不知不觉地竟然成了画家 她淡淡地说 由此可见 许多才智是靠别人的鼓励才激发出来的 而激发才智的时机是靠言语创造出来的 反之 那些自命无才也无智的人 只是没有遇到激发她才智的人而已 不过 现在也为时不晚 只要有人赞美你 就有可能唤醒你新的才智 如此说来 赞美的言举 有时也具有改变人生的巨大潜能 不妨试试看 表扬一下你身边的人吧 夫妇间的对话 是不是相互赞美 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 日本男人退休后 就会立刻亲近妻子 依赖妻子 但并不是所有的妻子 都会顺应丈夫的要求和睦相处 其中也有部分妻子 怀恨丈夫曾经不顾家 算作报复地故意冷淡对待 就算不那么过分 但只要丈夫一在家 做妻子的就反而觉得不习惯 不自在 显得焦躁不安 忧心忡忡 要消除夫妻间的局语 填补夫妻间的隔阂 美言说爱能派上大用场 面对面难以其口的人 可以写便条 击重难返 常年寡言少语的 可以从早晨的问候开始 重要的是开口说闲话 今天的画型不错啊 今天的早饭很好吃啊 之类的 当妻子听到赞美和颜悦色 你就会重新认识到 言举的威力了 出色的说爱 能培养出良好的人际关系 先从身边开始 然后再勇敢大胆地实践吧 首先要去做 坚信自己能做到 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有了第一步 就有第二步 不久的将来 你的心中一定会绽放出 白金般的光芒 说来也许有人会觉得诧异 大体来讲 男人是藕断思连 缠绵迷恋型的 男人的浪漫主义本质 可以说是从缠绵迷恋中产生的 也就是说 男人是背负着过去 想重返过去的 日本演歌中 常见的歌词有 迷恋的女人心 其实应该是 迷恋的男人心 不争的事实是 民谣也好 演歌也好 歌唱迷恋的心很多 因为词作者大多是男性 男作家 男作家才诉说迷恋之心 和对过去的哀愁 十元玉次郎 曾唱过一曲 潇洒的分手 只是唱得比做得好 抢作欢言罢了 同样 同样也是词作者 像阿木耀子这样的女作家 从来就没写过缠绵迷恋的歌词 赢得唱迁大奖歌曲的 由歌手 翁倩玉演唱的 爱的迷恋 那才唱得好 头靠在这个男人的壁弯里 脑却想的是那个男人的梦 啊 真不像话 据说有男人还给报社写信投诉 要是现实里 怀中的女人 做的是和别的男人缠绵的梦 那真是太不像话了 这种愤怒可以理解 只是现实中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更何况 男人身上也存在这种现象啊 有什么资格发牢骚呢 男人经常是怀里搂着这个女人的时候 脑子里想着那个女人 不过 要说起女人在这种情况下 比男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唯一不同的是 男人想的是过去的女人 女人想的是现实中的男人 总而言之 男人这东西比女人更迷恋过去 更回忆过去 现实中 某个男人与心仪的女人结婚后 还会秘密地珍藏着过去恋人的情书 以及值得回忆的性物 很难与过去的恋人一刀两断 而转向新的恋人 看看女人吧 前男友的什么信件 信物 赠送的东西 全部 当然 高昂的宝石除外 彻底扔掉 然后奔向新男友 可见 女人不是背负过去 而是为了新的目标 掏掉一切 女人天性就这样 不这样斩断 就无法生活下去 于是 一个接一个地 重重地打上句号 然而 男人只是轻轻地打个斗号 再转向新的开始 总之 与男人相比 女人趋于门前倾 有洁癖倾向 男人的这种缠绵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比如 夫妻吵架 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男的气哼哼地就往门外冲 但刚出大门 心里就会嘀咕 怎么也不追出来啊 然后 急不三回头 离家出走 但还留有余地的例子 真不少 当女人一旦说出 我走了 便会干脆彻底 身心不留地 一走了之 而男人如果离家出走 便会缠绵迷恋 不久 不久 又会回来 曾几何时 发生过的那些 骇人听闻的事件 手持猎枪 与警察对峙的男人们 都是因为 与前妻复婚不果 才引起的 把前妻 压作人质 惹得四灵不安 发痕逞强 说到底 不过是有恋母情结的男孩的 娇奢 撒泼而已 如上所述 男人一时冲动 愤然离家出走后 仍然会回来 也可以说 有种回归本能 总之 回家的概率很高 即使气宇鲜昂地 仰头出门 一旦在外面混得不好 碰钉子了 即刻就会 搭拉着脑袋 可怜兮兮地 回到妻子身边 男人练旧潮 就像游回出生地的鲑鱼 回归率很高 所以 男人是鲑鱼 但是 女性离家出走后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离家之前 可能会左思右想的烦恼 而一旦离开 就绝不回头 从此意义上说 女人更像是 游向大海 一去不返的尊举 这是男女间决定性的差别 前有举尺宽的小说 父亲回家 但后无母亲回家的题材 如果妻子离家出走也回来 那倒也新奇独特 但是 谁都不可能真实地描写 那么 对于女人 究竟浪漫是什么 男人的浪漫 如前所述 是对过去的迷恋 而女人的浪漫 是燃起爱恋 追求爱恋的过程 同是浪漫 男人是对过去的眷恋 女人是对未来的憧憬 可以看出 男人的天性是温和天真 大体上不果断的 总是天真的认为 只要留有余地 婚外恋一下 或是离家出走 总还是能回家的 当然 也有毅然决然 离家而去的 那只因除妻子之外 已另有归宿罢了 胆敢毫无归宿 毅然决然地 离家而去的男人 还没生出来 总结起来 女人的天性 就是一刀两断 而男人则不会 这是鲑鲑鱼和尊鱼的 基本区别 也是男人和女人的 根本区别 中老年 特别是熟年一代的男女关系 夫妻关系 如果不彻底了解男女间的根本区别 很容易犯大错 分手吧 等到妻子说出口时 已经于事无补了 不如好好地抓紧时间 与妻子进行日常交流 充分地理解妻子的心思 熟年夫妇的悲剧 竟是那些男人 自以为是的浪漫 和矫情引起的 男人和女人 究竟谁更坚强 如此一问 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回答 是男人 其实这大错特错了 准确地讲 更坚强的应该是女人 男人出乎意料的脆弱 事实上 现在男女的平均寿命 有七年的差距 男人比女人短命早死 认为男性坚强的最大理由 是因为男人外表显得 具有很夸张 很强势的瞬间爆发力 比如挥拳殴打 武剑交锋 或是百米冲刺 提起重物等力气活 男人明显强悍 但是 要坚持不懈地 做同一件事 即所谓耐力 男人就相当弱势了 男人特别缺乏 从事单调 枯燥工作的能力 纺织 编织类的工作 从来就是男人的弱项 更有甚者 仅仅干了几小时纺织 就关火把纺织机 砸了的男人也有 男人不擅长需要耐力的单调工作 带孩子也不在行 要是小孩哭闹不止 男人一定会大吼一声 吵死了 然后撇下孩子 奔出房间 更有甚者 一气之下 会打骂孩子 最近 年轻父亲 杀死小孩的事件 成了话题 这全是因为 男人容易动怒 动怒 是体力下降的标志 老年人性子急 一上火 也是这个原心 无缘无故的发火 证明了体力的降低 所以 不要急着抱怨说 父亲最近气急 爱发脾气 真讨厌之类的话 而是要以一颗体谅的心 去善待父亲 是不是爸爸也老了 或者是快不行了呢 除了气急 男人还缺乏等待心 比如 发了短信 或打了电话 若是对方没有立即回复 就会焦躁不安 即刻心情就不好 但是女人 不会为这等小事 焦躁不安 她们会一直等下去 不仅如此 女人还想象着相逢的愉悦 沉浸在等待的满足感之中 不难看出 男人缺乏专机的持久力 还缺乏忍耐力 这些都显示了其生命力的脆弱 日本有句俗语叫 一鸡二太郎 意思是说 生育子女 最好先生女孩 后生男孩 这样带孩子好带 其实 这句话里 也蕴含着这样的意思 女孩子天生体质好 好养 而男孩则不然 外面稍有动静 就会惊醒 翻来覆去 静不下来 加之在过去 卫生条件还不是很好的年代 男孩常闹消化不良 上土下泄的脱水 而腰折的情况很多 还经常感冒 发高烧 并且好的也慢 观察一下男孩睡觉 身体老是不停地抽动 而女孩睡着后 便纹丝不动 男孩很敏感 熟睡度也低 男孩的敏感 有时是过敏 非常脆弱 只不过 外表上骨骼粗大 被误认为强壮而已 本来 男女的平均寿命 就有七年的差距 加上结婚时 男的要大出三四岁 这样一来 就是十年的差距 假设丈夫六十岁退休 那么妻子就比他年轻十岁 如此看来 要向夫妇共享旅行之乐的话 那得趁早 慢慢来 等过了七十岁 再好好的两人一起去 等想到了这一天 恐怕丈夫已经体弱 无法成形了 现成的例子就有一个 年过七十的他 带着六十五岁的妻子 一起去欧洲旅行 在巴黎 难得有一天可以自由行动 那就到卢瓦尔河畔的城堡 去走走吧 妻子兴奋地拉起帐子 难得有一天空闲 还是不要赶了 结果两人只在饭店周围逛了逛 好容易挨到晚餐 妻子想浪漫一下 让酒店服务生介绍一下 去家有名的餐馆吧 话音未落 丈夫已无力地回答 算了 附近哪有面馆 回到日本 妻子一肚子气 再也不和老公一起旅游了 难得的自由活动 结果啥地方都没去 从此 妻子就把丈夫晾在家里 和老姐妹们嘻嘻哈哈地旅游去了 其实 倒不是丈夫不想去 实在是体弱走不动了 毕竟 丈夫和妻子 有十年以上的体能差距 所以 当然的 难得 会先受不了 身体一弱 好奇心也淡 只想安静 只想安静休息 而对此 妻子却并不理解 甚至 丈夫自己也没有发觉 这十年的体能差距 导致了丈夫 理所当然的要先走一步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大部分做丈夫的 经常会望着妻子想 啊 我是要在妻子的眼皮底下死去的呀 但是 做妻子的 没有一个人想 在丈夫的眼皮底下死去 反而会想 怎么办 我得一个人去面对十年的生活 所以 一生规划的着眼点 就完全不同了 妻子 趁着丈夫健在 偷偷地藏私房前 想想 也在里 夫妻相伴 都过了七十岁的话 丈夫死后 妻子肯定会悲伤 但是 丈夫死后 半年到一年 真是清爽多了 恢复了 恢复了元气的遗孀 又神器活现地 活了十年 十五年 是很常见的事 倒霉的是做丈夫的 据统计 如果活到七十多岁时 妻子先走了 官夫 最多再活五年 这个统计说明 实际上 妻子 长寿的概率 是丈夫的 两到三倍 当然 也有例外 死了妻子 丈夫照样身体很好 但 讽刺的是 大多数 这样的丈夫 不是在 妻子 活着的时候 备受冷聚 就是被放养着 保经自立的训练 偏偏是那些 受了妻子 无微不至 体贴入微 照顾的丈夫 有朝一日 只剩下自己一人时 无一例外地 即刻衰老 像是追赶妻子似的 不久也走了 可见 男人啊男人 不管年龄大小 总想要人伺候 要人照顾 这种撒娇天性 正是失去妻子后 急速衰尾的 直接原因 如此看来 男人这东西 其实很脆弱的 男人看上去坚强 只是因为 瞬间的爆发力 而真正欠缺的是 长期持久的耐力 做夫妻的 应该深刻理解这一点 然而 为什么男人变弱了呢 最大的理由 又是什么呢 可以想象 在日本神文和弥生时代 为了防范野鹿 野猪 等野生动物的入侵 也为了守护家园 需要身体强大的男人 进入战国时代 与外敌抗争 防范入侵 保卫家园 也需要男人 明治过后 日本发动了战争 更需要男人了 男人的英勇 自然引来女人的钦佩和赞叹 但是现在 外敌没了 男人要做的 不是与人见见面 就是悄悄见谈之类的 事务性的活 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一旦认识到 女人也能做好事务性工作 男人的价值就贬了下来 同时 男人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随着夫妻 男女的角色分工 越来越接近 男人这东西 也没那么强大的负面信息 就更加显眼了 不过 还是不要忘了 男女特性有别 需要瞬间爆发力的时候 男的绝对强大 需要持久耐力的时候 女人远远胜出 理解了男女各自的长处与短处 男人女人 老公老婆 就应该扬长臂短 和睦的 智慧的 生活在一起 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容颜和外表的衰老 无法回避 但是 仅就性行为而言 年龄增长 并不一定会减分 不 不仅没有减分 反而还能加分呢 具体的讲 人活到五十六十七十岁的时候 岂能衰退 勉强不得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 很多男人都会这么认为 年老绝对是减分的 于是乎 与女性的交往和接触 也变得缓和温柔起来了 年轻力强的时候 性的要求极端强烈 要求插入 射精的欲望 占主导臂位 然而 对于女人来讲 很多人 并不喜欢 这种粗暴的方式 女人们更希望 被温柔地拥抱 接吻和抚摸 对于女人的 这种合理愿望 性欲稍稍解退的 熟年男人 恰好郑重女人下怀 极端地说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 哪怕 仅有接吻和拥抱 女人就足够了 比起笨手笨脚的插入 只顾自己射精 就到此结束的行为 女人更陶醉于 慢慢抚摸和 男男爱语 单纯性行为之外的温存 更能让女人产生快感和兴奋 从前 我曾经询问过作家 巴木 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 刚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结婚 巴木老先生豁达开朗 我也不顾是否失礼 直截了当地问道 巴木老 您的性生活还行吗 性交肯定不行了 但是直至妻子入睡 我都一直握着他的手 听了巴木先生的这句话 我很是感动 当我把这件事 讲给女人们听时 女人们忌口同声地说 太美了 身边只要有一个 能紧紧握住我的手的人 就很满足了 那位老先生的妻子 好幸福啊 羡慕死了 性交的一切 不能代表性爱的一切 女人是用全部身心 来感受性行为的 最近像伟哥之类的 各种男性药品 被开发和销售 年事已高的老年人 也享受起了性生活 但问题是 是否真能让女性身心愉快 舒适满足呢 不顾女人感受 只顾自己爽快 完事便转身呼呼大睡的男人 是绝对不会令女人满足的 相反 只会增加她们的虚无感 女人是感觉细腻 充满感性的 皮肤的感觉和感受很灵敏 除性行为之外 也能得到满足 相比之下 男人的感觉只集中在男根上 当女人被爱的人温柔拥抱时 从脖子到后背 从腹部到阴部 从臀部到大腿 身体的每个部位 都可能成为敏感带 温柔地爱抚每个部位 才能真正提高女人的兴奋度 才能迎来性高潮 熟年一代的性行为 最适合这种慢节奏的做爱 性交不是目的 慢慢地温柔爱抚才重要 不慌不忙 慢慢腾腾 正是年老的优势 才有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男人总是痴心妄想 最好是男根巨大 雄壮有力 这大概都是因为 看多了无聊的黄天 而产生的错觉 总之 男人的快感都集中在男根上 所有的思维都过度寄托在男根上 女人不同 全身都有可能成为性感部位 如何使特性相逸的两者 能够具有慢慢调和 慢慢融合的能力 是随男人的年龄增长而增长的 为此 熟年男人应该更有自信 近来有句时髦的说法叫做慢爱 英语叫slow love 大概就是指缓慢的性爱 更能引起女人的兴奋 产生更强的快感 当然 这是建立在对男人的尊敬和信赖的精神基础之上的 年老体衰 经历不济 动作迟缓 作为男人自然是减分不少 但是 就信心为而言 并不都是劣势 反而更有优势 男人经牢记这点 信心十足地与女人交往 即使是身体已不那么强壮 但是 这份弱势 可以转化成温柔和体贴的优势 照样也能充实女人 上钩的鱼不用喂诱饵 男人们津津乐道 女人们听了却咬牙切齿 不过 这倒是男人的真心大白话 大多男人 为赢得女人芳心 初恋的时候 真是诚心诚意 体贴入微 不惜时间 金钱 十八般武艺 只要能用的 全都用上了 竭尽所能 拼命地为追女友 而现身 但是这种状态 好景不长 随着恋情过后 爱情的火焰燃尽 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代工和偷工减料 男人 男人心病了 男人心病了 本性出来了 女人把身藏不露的恶习 邋遢样 还有反抗 一一摊牌了 两人要结婚 要住在一起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 各自身上最真实的东西 晒出来越多 小两口之间 感情的张力就越少 爱的高温 慢慢降低 特别是男人 老婆到手后 就再也没带她去过高级餐馆 送她礼物 更不会一起旅游 开始马虎敷衍了 果真是不畏诱饵了 恋爱就像瞬间的幻影 要想经得起岁月的冲刷 始终保持爱情的温度 真是难上加难 听到这话 大多女人紧锁双眉 常盼失望 老实相告吧 初恋男人的所谓温存体贴 只不过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信誉的幌子而已 在得到满足之前 男人都会尽其所能 关爱备至 一旦心满意足 便易如反掌地转向冷淡 这种自私 与其说是男人的天性 不如说是雄性动物的本能 也可以说是男人与生俱来的素质 恋爱是男女的非日常生活 而结婚 则是男女双方 把什么都晒出来的日常生活 因此 倦怠疑疏忽的影子 总是隐藏在某个角落 另外 倦怠疑与安逸 就互为表里 也就是说 一旦获得了安心的愉悦 其代价 就是要放弃动心的兴奋 而要想追求动心的兴奋 又得不到安心 安心与动心 两者不可兼得 重申一遍 恋爱中的男人竭尽所能的表现 其实是想把女人占为己有的用心所在 若是无此欲望 是不会带着女友去高级餐厅 去开车兜风的 要是约请了几顿饭 仍不见女性有发生性关系的意向 一旦确认自己没有机会 男人便立刻醒悟过来 变得冷淡 再也不会约请吃饭了 一旦判断得不到对方 男人当下就翻脸不认人了 爱火的燃烧与熄灭 并不一定与交往女人的容貌和性格有关 是否有追求的价值 全关乎能否成为性的对象 换句话说 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的所谓体贴是与性欲相关联的 正因为两人有肉体关系 或是处于之前的准备阶段时 男人才会对女人关爱有加 狩猎本能强烈的男人 一旦进入家庭的围城里 自然会对妻子失去兴趣 因为不必担心妻子会逃跑 对照之即来 非之即去的猎物失去兴趣 也是很自然的事 上钩的鱼不畏诱饵 男人的真心告白 但对女人来说 没有比这更寒心的事了 以前是那么体贴 可现在 一结婚 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女人叫苦不迭 长须短叹 当女人如此抱怨时 男人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 脱胎换骨 以后一定会体贴你的 对不起 以后会注意的 即使好话说尽 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 就算是看到妻子满肚子的不开心 应急的安慰一下 也只是一时搪塞 不久便又消极待工了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丈夫到底该怎么做 这种时候 不应忘记一点 虽然嘴上说 上钩的鱼不畏诱饵 但并不意味着 就此而讨厌妻子 虽然不会像热恋中那样认真投入 但仍然珍爱着妻子 没有丝毫要分手的意思 而且多数妻子 也不会因为丈夫对自己关心不到位 就马上要分手 在这种关系中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言语 就算不带妻子去高级餐厅 去旅行 用言语 就足以让他安心和宽慰 我爱你 今天好漂亮啊 这种话就足够了 怕羞说不出口的话 那就轻声说一句 谢谢你 或者多亏有你 就足够了 此时别太过认真 自然随意的话语就够了 总之 轻松表白是秘诀 日本受儒家的影响 巧言吝啬 嫌语人 等名言广为流传 但是这句话 仅适用于服侍君王的奸臣身上 如今百姓之间 特别是男女之间 完全应该轻轻松松地说一些 令对方心情愉悦的巧言 这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更能引发对方潜在的 处于休眠状态的能力 看看现实中 日本的夫妇 尤其是熟年夫妇 基本上不怎么交流 某日去京都出差 早晨去餐厅 发现一对对情侣都在用餐 当然也有熟年情侣 但哪一对是夫妻 一看便知 一定是默默无语 只不吃饭的那对 难得来京都 随便说点与旅行有关的话题也可以 哪怕没话 汪的叫一声也好 可两人还是在那里默默地吃着 吃完 那个做丈夫的 也全不顾忌地 开始用牙签清理牙缝 接着喝口茶 咕噜咕噜地竖口 最后 两人站起身走了出去 跟在丈夫后面 默默离去的妻子脸上 写满 我对这个男人 腻味透了的神情 这太煞风景了 太过凄凉了 看看那对年轻的情侣 轻松愉快地欢谈着 偶尔还发出爽朗的笑声 或许默默无语的熟年夫妇 曾经也有过那样的时光 难道是岁月 使他们默默无语了吗 还有一对很引人注目 男的看上去有把年纪了 却很愉快地谈笑着 很明显 那是恋爱中的一对 不管是不是婚外恋 瞧人家开心聊天的样子 至少恋爱对身体有益 你说是不 总之 希望熟年夫妇 能够多交流 没必要再多说了 咱俩一个鼻孔出气 那叫默契 也许这是男人的理论 妻子可不这么想 总之要多对话 哪怕说些没意思的话 没话找话 赞美妻子一句 你今天真漂亮啊 又来了 这人有毛病啊 妻子也许大吃一惊 但这只是起初 说多了 听多了 天底下 没有一个女人会不开心的 慢慢地 她会从内心发光 年轻精神起来 这正是白晶一代 所拥有的光芒 遗憾的是 日本男人 要么太内向 要么太认真 太呆板 反正不会说假话 如前所述 必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一视同仁的清派 甜美愉悦的话语 不管她是以上钩 没上钩 还是自愿上钩的 切切记住 千万不要过于认真 过于深沉 不抛开害羞和老实 就没有轻松 就没有轻松 愉快之感 特别是赞美时 没必要非盯着对方的脸 毕竟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 再怎么仔细端详老伴 也看不出什么美来 因此 说这种话的时候 不看对方 反而会妙不可言 假设星期天的早晨 丈夫早起在看报 恰好这时妻子起床了 刚起床的脸可想而知 此时丈夫大可以 头也不抬地继续看报 然后说 早安老婆 你今天好不俏俩呀 重要的是先开口 说什么不重要 不必担心 话会越说越少 话说得越轻快 感觉会越好 又再胡说了 妻子也许会摆你一眼 但其实讲归讲 只要是赞美的话 女人都爱听 沐浴在赞美声中的女人 的确会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女人味 如果还不肯开口 认为那种话说不出口 而退缩的男人 不妨回忆一下 在公司里拍领导 马屁时的情景 对领导都说得出口 哪有对妻子说不出口的话 用溜须拍马的要领 说让妻子开心的话 在重复锻炼的过程中 自然就懂得赞美的要诀了 女人就是这样 被好漂亮啊包围多了 自然就会漂亮起来 若是遭人血眼 真的会越来越丑 言语就是有如此的魔力 日本男人有个漏袭 经常称自己的妻子为余妻 贬低自己的妻子 这样余妻余妻地叫下去 真的就会变成余妻了 其实习惯这么叫的丈夫 才是真正的余夫 总之赞美妻子来不得半点犹豫 顽固不肯开口的丈夫 告诉你们一个 简单说出口的小窍门 那就是不要用心 是的 千万别用心 这样一来 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这是夫妻美满的关键 再也没有如此廉价 又实惠的东西了 说到礼物 总让人联想到 为重高价的物品 然而言语就是最好的礼物 是最直接打动人心的礼物 结婚纪念日 生日 对女人来说 是终生难忘的重要日子 而男子一旦调上女人娶回家 最容易疏忽的就是这些日期 不妨事先记在记事本上 日子快到的前两三天 你的一句 马上就要到结婚纪念日了 足以令妻子孝竹颜开 尽管言语是最好的礼物 然而对女人而言 在特别的日子里 除语言之外 送礼还是很重要的 不一定要送多么昂贵的礼物 重要的是送与不送 一朵玫瑰 一瓶指加油 抑或是一张 从旅游景点寄回的明信片 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让她知道 牵挂你的人是我 那男人是个嘴情的家伙 有人会用野鱼的口吻这么说 然而嘴情是了不起的才能 比起所谓在社会上 高人一等的男人 女人更喜欢嘴情的男人 学会嘴情 学会美颜 学会送礼 温柔的言语 微薄的礼物 要做到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的窍门 就是不要用心 这里不要用心带有引号 这在第七章 有关女士优先一项中 也讲过 不要用心地做到 只要说句话 只需要送件礼 也许有人认为 这是不是也太 是的 别小看它 能做到这样 就已经足够了 这些轻微细小的举动 由小到大 慢慢地就会绽放出 丰硕艳丽的花朵 为什么还要去讨好妻子 顽固的男人时常抱怨 我不是也辛辛苦苦地挣钱 很好地养活他了吗 算了吧 还是对妻子 温柔体贴点 送送小礼吧 也不想想退休以后的退路 别再效仿古人虾乘微风 跟我走吧 保你吃香喝辣 瞧瞧退休后的你 收入少了 朋友也少了 多寂寞啊 也就是在退休的当头 妻子对于丈夫的反击开始了 长期以来 压抑负压抑的怨恨 可能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 而此时 长久以来 对妻子关爱的话语 和不起眼的礼物 就能派上大用场了 以前丈夫对我不错 现在我也该好好地带他 妻子的温柔善良 重放异彩 夫妻本来就是 你扶我持的携手走过来的 互相体贴关怀 一定恩爱圆满 也许有人会诧异 什么啊 这不是打小算盘吗 是的 这就是小算盘 说明一下 小算盘这里带有引号 但是 头桃抱礼 小恩小惠 你对我体贴关爱 我还你温柔照顾 人情 在小算盘发明以前 早已是人类共有的了